为了让长辈能够多活动同时宣导性别平等的观念 太平区公所这天举办性贫舞蹈比赛 总共有9个社区报名参加希望打破传统社会的性别框架 长辈们卯足全力不但用活力展现热情 更在服装上特别设计巧思 融入性别平等的元素 不少长辈都直呼相当特别 也让这场比赛格外有看头 长辈头上戴着色彩缤纷的花朵帽子 身穿粉红色的裙子 脸上还画上可爱的妆容 在舞台上跟着音乐舞动身体 太平区所举办性别平等舞蹈比赛 要扭转一般人的刻板印象 跳多志士的樊梨 不管男生女生都能够装扮成各种模样 这次因为男女平等 所以把男性打扮得跟女性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好像很滑稀 大家都笑得要死 但是到后来想一想 真的是男女平等的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都觉得蛮有意义的 用心打扮长辈让男生 也装扮成女性化的样子 虽然一开始很不习惯 但这也是用行动来展现 性别平等的概念 也能够提倡男女互相尊重的观念 又社区是让长辈穿上围裙 代表家式也能够男女平等 社区在服装上融入性贫的元素 翻转科旧的传统观念 阿公他就会穿着围兜 因为家式不一定是女孩子可以做 不一定是阿嬷可以做 阿公也可以参与 爸爸也可以参与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性命之外 我们还有那个老少共赢 对 小朋友我们也可以一起参加 那今天的比赛有总共有九个社区关怀气点来参与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我们每一位长辈 大家能够拦拟大家共同来参与 希望透过舞蹈的方式来表示我们尊重两性的平等 消除性别的歧视 这次性品舞蹈比赛总共有九组社区热情响应 过去据点中以女性的参与者占多数 希望能够鼓励男性也能多多响应 因此各队参赛队伍中的性别比例都必须要达到三分之一 透过活动宣导观念之外 也能够鼓励长辈勇敢展现自我 借庄师挺成章台中超报道